长这样反正这个第一个你把建一个将来他会给你一个python的那个档案 你就要不就是直接开起来然后开始写里面应该是空白的 顶多会一两行提示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在这个地方我先demo给各位看 假设我执行它会产生四个问题 那理论上是这样就是把它缩小一下 你就开始输入什么输入这一串这四个东西 输入完之后enter比如23.12enter395.3enter 然后100最好是就是照他给的这些数字输入 因为这样看到的结果也如果跟下面是吻合的话 那表示你这个地方输入是你这个作答是没有错误的 然后最后因为输入四个词按enter之后 他就是把输入的东西再吐回来 但多加一个就是format格式化enter 那各位可以看到 那这边输出的结果基本上就长这样子 这个地方他要七个字 所以这边的话是七个五个 空两个OK总共七个字 中间呢多一个空白 后面也是七七个 所以这边有六个 这边应该有一个空白 所以这边也是七个 而且呢他要靠右对齐 OK这边是靠右对齐 左右呢都一个 那你会发现呢 其实他等于是把那个上面这四个输入的词 先格式化成七个字 然后并且靠右对齐 中间加一个空白 左右多一个这个纵向的这个符号 然后下方 他第二个问题说 他要你不是靠右对齐 他要你靠左对齐 然后中间一样是多一个空白 也是左右都七个字 然后前后也是会有这个符号 垂直的符号 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大家来看一下 这一题大概可以学会 这少两个东西比较主要 第一个是我们如何输入那个词 那输入值的部分的话 我们逐一来看 所以第一个请各位一样先建那个什么 建立一个新专案 那我们这个地方 假设我把它全部删掉重来好了 第一个如果说我今天要使用者输入四个词 一二三四 那你可以第一个词跟他讲说 假设那个词我取个变数名称叫N1好了 等于什么呢 那我要跟他讲说那你帮我输入一些东西 你就打个input 小刮壶 那小刮壶里面其实你是可以做一些叙述啦 不过题目里面没有什么叙述 他说可能你下面后面可以说请输入第一个词 然后第二请输入第一个第三个 不然的话有时候人家不知道要做什么 因为不过题目里面没有讲这个 你就不要画蛇天竹 你如果将来写了反而错 没写反而 那不过你练习阶段你可以打没关系啦 也许你就贴心一点 这个其实是UI的部分 请输入第一个词 OK 那词的部分的话当然你可以是任意的 OK 然后加个冒号好了 OK 好 这样子 那这样子之后的话 那一样一词的一推 请输入第二个词 请输入第三个 把它print出去 那所以这边的话呢 你就Ctrl C 然后这边都要Enter过 这边的话就N2 第二个 因为我们要四个嘛 所以你可能要给它四个 请输入第二个 请输入第三个 然后总共四个嘛 所以就 反正就贴了 第四个 好 那输入之后的话 再把它print出去 不过print的话 这边当然你可以 假设如果 其实你打个P就可以 我觉得那个Secripes很棒的一点 就是打个 其实你打一个关键字 然后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些给print出去 不过print出去 你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怎么样 可以刚刚好 符合像这边 如果你用之前的做法 N1 逗点 我前面讲过 逗点的话 就是中间加个空白 但是这边好像不止 这边不止一个空白 不过我们先试试看好了 N2 假设输入N1跟N2 然后再来的话 这边的话就N3跟N4 然后把它输出 直接输出 OK 按 确定 你会发现它执行的话 就是 请输入第一个词 如果说23.12 Enter 请输入第二个词 那一样 395.3 那一时类推 那一时类推 Enter 那这个时候 如果因为它这个时候 输入的词怎么样 他会帮我把这个词丢到N1 这个词丢到N2 好 一时类推 每一个每一个都帮我丢进去 但是我print的话 他就帮我把这两个 这两个print出去 可是这特别注意 有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 这个input过来的 到底是什么资料形态呢 请注意 如果是input过来的东西 一定是自串 OK 一定是自串 那不过特别注意 以前的python2.x的版本 过来的话 不一定是自串 OK 你输入数字 他就是数字 那他在3.x 就一律帮你转成自串 所以未来如果你要输出的话 假如说用format的话 你可能要转型 前面有讲过 不过目前我们直接输出 我们看一下结果 Enter一下 这个把它Enter 你会发现输出了 但是输出还有一个问题 前后我要必须把它格式 那怎么样格式的话 刚好是这样子 这边的话就需要用到format format要怎么format 接下来的话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刚好给各位看一个那个 参考的这个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主要是这边 跟哪里呢 如果是小数点的话 大瓜糊有没有 这个是格式 后面你只要加一个format 他就会帮你把它format 前面这个格式 那有点像是里面的那个 制定格式的味道 不过这个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那请各位也许先 试一下把那个input先练习 待会我们再来看 怎么样针对那个正确的部分 做资料的输出 来看如果你要把这个 假设三四千不要做 不然每次输入那么多 有个浪费时间 那我们如果要输入的话 那格式 特别说 再来就是格式化 我要针对这两个词做格式化 那怎么怎么做 第一个一样是print print之后的话 他那个format 我的习惯是这样 就是先打个双引号 双引号表示自串 后面你再点format就可以 意思就是怎么样 就是你前面是 那个输出 那个自串的规则 有点像esail里面的 那个制定格式 格式给他 后面点format 给他两个词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要输入 两个格式的话 记得要两个大瓜糊 第一个大瓜糊 空一格 第二个大瓜糊 表示这里面是放格式 那那个格式是什么样的格式 第一个记得先冒号一下 所以我的习惯 反正一定一律先打个大瓜糊 冒号放中间 那如果你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的话 就是 点 2 f 就对了 ok 点2f 意思说我要取到 假设我给他第二个词 不是到小数点第二位的话 那一律帮我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另外的话 这边也是这样 冒号 点2f ok 那如果你的长度是要7个字的话 请你在点 点就是前面的数字 点前面加一个7 7.2 意思说前面如果不足7个字元的话 请你一律帮我补完 就是说如果假设我输入 总共有5个 你就要帮我补两个空白在前面 那这边的话一样7 所以特别说这个是n1 这个是n2 那另外的话呢 前面呢 如果他加一个什么 纵向符号 那纵向符号在哪里 在enter上面 所以 shift按住再加 enter上面这个符号 再加一个符号 再加一个符号 好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因为这个规则大概 所以我的习惯 反正一律就这样打 就双引号双引号 然后呢 移到中间 大瓜湖再一个冒号 然后就把 一般是.2f 就是取到小任第二位 然后这边的话就7 然后空一格的话 因为有两个嘛 所以把这个再复制过来 ctrl键按住拖拉就可以了 ctrl键拖拉比较快 然后再加这个符号 再加这个符号 好 这个规则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因为考试的时候就熟记就ok了 然后你要格式化 所以第一个你先把格式先弄好了 第二个的话按一个点 表示要把这个字串 做格式化 所以前面是一个字串 后面的话点下去之后 它会有一个format 打一个f f o大概就出来 format enter 然后呢 后面给它两个词 一个是n1 逗点 第二个是n2 把这个n2带过来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基本上都写完了 ok 点format 所以其实这边我把它稍微再放大一点点 各位可以看到 print的大刮弧在这里 不是刮弧在这里 然后就是一个字串 点format 然后把这两个词分别带过来 ok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 但是还有一点 因为丢过来的是字串 可是format里面如果你是f的话 你这边一定要给它对应的是浮点的值 那如果你没有给它浮点的值去执行的话 它就会出错 那错在哪里呢 比如23.12 enter 395.3 enter 它就出现什么 啊错了 为什么呢 它就跟你讲说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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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啊 你给我的值不对啊 它说它不认得这个f 这个f应该要给我的是float 不然的话呢 我没办法给你转 为什么 因为你给我的是一个string ok 那所以啊 应该可以看懂 只是说我觉得它叙述真的不是那么好懂 但你慢慢要习惯 错了 马上看懂 因为你给它的不是那个float 所以呢 你几个方法 要不就是什么 把这个进来的东西 转型 要不就是在formate前面这边转型也可以啦 哪个地方比较简单呢 本来好像在这边 一般习惯在这边 所以你就怎么样 在input的外面 再包一个转型 那你可以什么float F-O 有没有 F-O Float 有没有 Float 然后呢 前刮弧 再一个后刮弧 ok 它就怎么样 把自串 因为input一定是自串 转成 那个 有浮点的小数点的词 给N1 另外的话呢 一样float N2 ok 然后这边的话呢 我们一样 就输出 这样的话转型过再丢给它 去格式化 我们看这样ok 理论上的话就是23.12 ok 然后395.3 Enter 这时候就出来了 有没有看到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按照你的要求 你要求什么 帮我七个字 所以它就五个字 再帮你空两个空白 然后因为中间我有加一个空白 有没有 所以这边补一个空白 这个空白就补到这里 然后后面这个的话也是七个字 所以后面有六个字 所以再加一个空白 前后都有这个 纵向符号 这样子就ok了 其他的话 第二个就是 反正呢 如果你做 将来考试或练习的话 我习惯先做一个 因为后面都一样 那你就怎么样呢 再把上面的东西 再复制贴过来 那再改一下 所以也许就是这个地方 假如这两个的 然后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这边一样把它改成三 这个值不能一样 所以三四这样 那一样转成float 那底下部分的话呢 就是把它怎么样 一样再复制 enter 那这边的话呢 操作键托拉这样比较快 操作键按住托拉 操作键托拉 就可以是操作C操作V 更快一点 然后把它怎么样 这边把它给它的值 N3 N4 好 这样应该就ok了 那就把那个值再输入 变多一个 所以这边再测试一下 如果没问题的话 那这个就 第一个阶段就ok了 395点 哇 这个给的值 太 太大了 ok 那每次都要打半天 好 enter 主要这边会小数点的第二位 后面就把它舍进 enter 好 出出 看一下 没错 小数点就取到第二位 其他的话就帮我四舍五路 然后这边 但是目前的话 你可以发现呢 他只出现什么 出现上半段 上半段的话呢 他是靠右对齐 不过特别的注意 其实呢 预设词就是靠右 因为数字啦 在以色尔里面 一定是靠右对齐 如果文字一定是靠左对齐 应该 应该用以色尔应该都知道 那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要让他靠 左对齐的话 你可能要多一个符号 那因为公式都 城市都一样 所以你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 上面这两行 假设我要再输入一次 把它复制一遍 knt c knt v 也可以 只要加一个符号 那我们就是加到哪里呢 加到前面这边 其实你也可以参考 我们的基本语法这个表格 有没有 虽然他这边是低啦 是整数 可是如果是f的话 其实到底是一样 那箭头如果指向前面的话 表示靠左 如果向上的话呢 表示至中 因为我要靠左 所以呢 左对齐啊 ok 就这个啦 所以其实道理很简单 就是在冒号的后面这边 加一个往前 小于符号 所以就是把这个符号 放到这边来 放到这边来 放过来 不要放错 放在冒号的后面 表示靠左对齐 应该可以看懂的意思 那在输出呢 最后的结果 应该就会是正确的 ok 请各位试一下 这边 画面先还给各位看一下 ok